講了半天都在講你老公 你一切都很好嗎 沒有什麼問題嘛 所以我們廚房要不來看一下 也是要啦 看一下 對啊 有點對不對 純粹也是房錢啊 廚房對他一講 可能 我不知道是好嗎 也不好 老師 你怎麼這麼誇張 我就是不要讓他嫌得意忘形 有了 那是小情 對啊 好 出範圍 長行房屋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走廊過長而且又昏暗 容易造成運勢上女強難弱 最好保持走廊明亮做化解喔 而儲床室若位於房屋前段 則代表晦氣在屋前 容易影響運勢 最好將儲床室移至其他房間做化解喔 他到了廚房耶 我做好了 不要了 真的 你看看 事太嚴重了 我在這邊做什麼 煮飯 炒菜 背後是什麼 門 沒有門 沒有門 背後沒門 怎麼連門都沒有 為什麼連門都要關閉 因為不知道要裝甚麼 不知道要裝甚麼 有這麼氣嗎 你告訴我,不知道要裝甚麼 對,不知道這個寬度要… 因為如果裝那種推的 好像也不合適 站空膠 對 就拉門就… 對 還是要裝… 不是,要裝門 不是,要裝門 那你要哪一種 那個可以拉的那個… 白色拉的嗎 白夜什麼 白夜門窗 對 那你會卡住嗎 如果是門簾可以嗎 基本上你這個一定要裝個門簾 或者是一個拉門 為什麼呢 雖然它沒有正式的門 但是它也是照後背門的格局 而且廚房沒有我們男人的男主人 所以男生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老師,我們一裝了 我一樣還是背門啊 對,這是要做拉門式的 至少它一定要有門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走到它廚房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是先經過… 廁所 對,才到廚房 因為它兩間廁所 兩間廁所還連在一起 所以我廁所跟廚房太近 還是要門來出去的 對,因為其實打開廁所門 它這個晦氣、馬桶器 還是難免會有點衝到廚房 是 對,所以這個晦氣跟這個柴氣 全部纏在一起 所以健康都不會好 就是流流 也都濃濃社會 對 濁濁的 對,廁所要不要加門簾 其實這廁所一定要加個門簾 因為其他廁所整個墊高 因為重新翻修了 所以它的晦氣 都比它的柴氣高一點 它廁所真的墊高 所以廁所墊高會影響什麼呢 就是你的晦氣高的時候 你健康就會不好 所以家裡的人的健康 都會受影響 對,而且我剛剛不是說 它的廚房 這個煞氣到底對它是好還是不好 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廚房、廁所跟它的後陽台 這個地方真的很通風 對 尤其它廚房通風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它實路的運非常非常旺 就是霧行當中就是會… 腳下腿了 對… 隨時把刀都流流 就是實在很瘦 實在很好吃 那你的意思是 連他先生跟小孩 食量都會很好 有其爸爸吧 真的都是這樣子嗎 親戚眼中裡面 都很美味到一家人,是不是 但我們出去吃飯 都是挑弄吃到飽的餐廳 吃到飽 你這樣會否吃到過飽了 會 就是人家餐廳 就是要讓你吃到飽 對,但你自己在家裡煮 也會煮很多嗎 就是會當餐 可是我們煮的量都不少 其實可能他本身 他體質或他命格 本來就會有… 就是比較容易易胖 但是如果在格局當中 這個就會有一種 無形當中 就是想吃 一直吃不飽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在客廳 有沒有,很小間 對 雖然有型陽台 可是一點都不通風 對 可是到後陽台就覺得 剛剛都是陽 因為大家在客廳 我都覺得好悶 對 然後他的餐桌 更可愛的是 他擺在後陽台外側的地方 所以他的餐桌整個實路 那麼多 好 餐桌裡後陽台 對,這也是蠻特別的 對 但我覺得我們先把這邊先處理 對 這邊是一定要先處理 因為這也會影響健康 對 除了拉門 然後你說廚房墊高 對 我還有發現他的… 對 不是門年 就是他的廁所 除了墊高之外 他的廁所兩間 對 他可以聊天 對 有窗戶可以互看 你上廁所 然後聊 這樣開那個窗戶聊 為什麼要開那個窗戶 就… 之前不知道誰建議說 反正中間那個也沒有窗 然後就開個窗 一起… 一起通風這樣 對,一起通風 就是他這個窗戶 一起分享我們的氣味 便便 可是這樣好像應該是對的吧 不然你沒有窗戶 其實會吸引你來 反而是… 是… 可以看到對面 然後就感覺沒有隱私 只是… 畢竟那是廁所 對啊 就風水上有… 然後我覺得他不對 因為說他這個房子呢 本來他就是沒有什麼對外窗的 對 只有前跟後有對外窗 對 所以其實他這個中間其實很悶 那… 唯獨呢 你房間沒有想要通風 但廁所房他搞得很通風 你知道什麼呢 這晦氣呢 一旦… 這樣橫灌起來 代表什麼晦氣會下背的意思 對 所以你看廁所又墊高 然後廁所呢 晦氣互相… 就是雙倍晦氣 讓你整個健康啊 都會阻塞住 是喔 那你本來是要做一個… 其實他那個地方 我還是覺得窗戶要把他封起來 老師剛剛講說會影響健康啊 你不是一搬進來 小朋友就有一些發生一些事情 就小朋友一搬進來就會發燒 然後你們兩個輪流住院吧 住院到住院這麼嚴重 因為… 因為我連續發燒幾天 然後帶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建議住院 因為你如果沒有馬上退燒的話 其實很擔心 燒過頭 頭開拍了 頭殼會壞掉 所以後來住院很嚴重 有查出來什麼… 什麼原因 有…其中一個小孩是腺病毒 然後… 第二個是因為熱精管 就剛… 就搬進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他是那個熱精管體質 熱精管體質 就是會發燒、會抽筋 對 抽筋嗎 對 可是也不是每次 就是…可能有時候發 那抽筋怎麼辦 久久一次這樣 萬一如果抽筋要怎麼處理 讓它平躺 讓它平躺 然後不要讓口腔淹倒就好 對 很幸福… 這樣你們可以… 好… 放一下吧 放一下吧 真的 怪不得你會看這麼開 就是因為人生就是這樣 你說這個壓力太大 他必須要放鬆 樂觀一點點,對不對 很嚇人耶 你看,所以是有影響健康 對 媽媽最擔心的孩子 真的 我覺得健康是大 但是賺錢也會有一些影響 為什麼 因為它廁所墊高 然後廁所會氣上很通 代表說廁所的會氣呢 影響氣勢全部都高過廚房 所以整個廚房的柴氣就會受到影響 例如說很容易遇到一些詐騙 那些問題等等的 廚房是他嘛 所以他的狀況還小 還沒有那麼嚴重 又是先生 先生 他有被搗毀過 被搗毀 對 多少都會 十幾萬吧 這個通常會一定是 還滿好的朋友或親戚 就朋友 像這個問題 要畫照不照 找都不來 廁所墊高人都要注意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先把廚房拉門做起來 或是做個簾子 把這個會氣稍微阻隔一下 至少不要這個食慾這麼旺盛 對 當然能試試 對 就是可能看能不能吃少一點點 對 如果吃少一點 心情就已經很差 被搗毀 我不能吃多一點 要去吃過多也不好 至少讓我心情好一點 不要投資失利 有錢可以投資 希望這個錢可以穩錢 怎麼會變沒有 不過這種感覺就是 有點病從口味的感覺 對啊 所以這種現象 我們還是把它阻隔 你的健康好的 財運也會跟得好 好 這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所以這種點是要隔著廚房 我的廁所墊高 這我沒有辦法去 墊高的話 如果說空間夠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擺個棚栽 比如說這兩個廁所 中間的地方 擺個棚栽 或者是這個地方 掛一幅蓮花的頭 可以讓這個除晦氣 然後讓這個晦氣降低一次 後面很通風 對啊 這裡比較慢一點 去量一下 後陽台 來看看為什麼會大吃特吃 真的超大的 好高 你看 這個桌子 是 坐在這裡吃飯有多開心 怎麼會這麼像 來… 而且在中間很大 對啊 這整個就舒服 看了就可以跟外面這樣 那時候 旁邊還有一個公園耶 你啊什麼 外面有煞氣 你自己看 屋極煞 對耶 對不對老師 對不對 這個我看得到 沒錯 不是很好 飛到他們家 對 而且沒有看走眼 這個屋極煞人一直在撞 我們家背後 所以這個屋極 代表就是一種 而且在背後你撞的話 代表說坐在這裡的人 他的筋骨都會比較不好 有是非然後還要筋骨也會受影響 你筋骨沒有更軟Q嗎 腰有時候比較不好 會痠的 對 會痠痛 所以你真的有筋骨方面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邊吧 會這樣嗎 對 你要去檢查嗎 就沒有嚴重到那個地步 可是偶爾還會痠痛 所以你是沒有要檢查 對啊 不行啦 你身體要檢查一下 你也不知道原因 然後就是讓他這樣痛 你這樣沒有辦法對症下藥 可能你會胖嗎 有時候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惡性循環 就是鴕鳥心態 對,而且… 因為你知道 醫生只要看到你這樣 都說 就是因為你有一點過重 造成的 肌肉…你肌肉沒有力 承受不了 承受,對 你的壓力就太大 壓破了 壓破了 對 對不對 最終還是要減肥 對 對不對 要被你怎麼治 對,所以你要先去檢查 然後再減肥 然後其他外面的屋脊 我們會想辦法幫你敲掉 對 這個就交給湯老師 對 你身體要照顧 對不對 因為你要多愛你自己一點 你才可以愛你的先生 愛你的家人 小孩 我們就要幫他對句話 好 我承認這是煞氣人的禍 這不是他的問題 對 是平得好 對不對,不是你的問題 對… 所以這呼籍煞的問題 對,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呼籍煞 直接衝到他這一樓的背後部分 而且他剛好應對在人體的… 例如說腰椎這個地方 有沒有 所以他應對在我們人體 他其實還是有他的應驗性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在外面 放一個九宮八卦鏡 八卦鏡然後反回去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就是化解那個汙子下 對 外面還有其他的煞氣嗎 因為看起來就是公園還滿舒服 對啊,而且… 這個地方它就是整個後陽台 外推的地方 對耶 對 老師面前講 如果說我們這個廚房 或是後面陽台大外推的話 就變成包袱屋 對 除非他們叫樓下也有跟著推 樓下有推嗎 有,樓下有 樓上有嗎 樓上有嗎 一起推 樓上 樓上好像沒有 還是你都沒有上去過樓上 沒有上去過 但至少樓下是也推出來的 至少你電器沒有選 沒有選空 沒有選空 不過後陽台真的比例上 我覺得真的有點太大 寬敞無比的後陽台